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好你剑步如飞的双腿 跟着我长遍所有美食 晚遍所有国家 哈喽 继续收听超级玩乐大帝国 第二小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顺 我们今天特别在连线 在线上访问的是谁呢 是晴天旅游部的副总 徐乃文 徐乃文副总 我们要聊的是一艘法国的邮轮 他会来台湾来载客 明年了 那讲到邮轮旅游 这个真的 这个其实非常 我是非常喜欢坐邮轮玩的人 我很早 大概二十几年前 三十年前 跑啊 只要是邮轮 有机会 我都想要去搭 所以我做过很多不同牌子的 品牌的邮轮 顿数不一样 从很小的 到很大的 我都非常喜欢 那讲到台湾的邮轮市场 这个 这两年因为疫情啊 出现了很很大的变化 这个长期耕耘台湾市场的这个 另一新邮轮公司啊 应该这个不是他们的问题 这个是母公司啊 因为他们在德国 德国他们买了三个船厂 然后碰到疫情啊 就被疫情打挂了 那现在他们会淡出台湾的市场 未来可能短期之内 不会有这个邮轮公司啊 以台湾作为母港 那以后国人要坐邮轮怎么办 没有关系 因为不同的旅行社啊 会引进不同的邮轮来台湾 载客 那大家会问 那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啊有一个是不一样 以前呢 立新邮轮或新梦邮轮啊 他们长期 以台湾为母港 那一个礼拜 可能就会有好几 好几个行次 然后一年可能可以做九个月的生意 那以后呢 虽然还是会有邮轮来台湾 来基隆 或高雄来载客 但是呢 那那那就是一趟 那就是一趟 可能一年这个品牌就是来两趟 那各个品牌都会来 比如说意大利的这个Costa 然后这个公主邮轮 甚至皇家加勒比海都有可能 那这是以后大家要玩邮轮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大家没有听过的 没有听过的 法国的一艘邮轮 这个叫做这个中文 它叫做庞洛邮轮 2023年 2023年会来台湾 也就是今天我们 我们的现场连线的来宾 他的公司引进的 他叫做青天旅游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青天旅游的 徐乃文副总 来跟我们来介绍 法国的庞洛邮轮 副总好 好久不见 你好你好 姚大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无安无安 你怎么样吧 你这两年过怎么样 很痛苦 最近突然忙起来了 觉得还蛮愉快的 国旅的部分 国旅的部分 没有啊 国外其实也大家蓄事待发 那现在还没开放 你估计什么时候会开放 组团组团的部分 其实自由行已经可以了 自由行你要买了 买了机票 买了买订了饭店你就去 只要那个国家 因为很多国家都已经都已经解封了 也就是说你到那个国家下了飞机 也更不用隔离 你就可以直接去 对不对 现在很多国家都都放了 那我们还没有 很多朋友都在欧洲啊 在各地逍遥啊 自由自在 那个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家境优务啊 对不对 也也也看见已经早就都就是 日常了了 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会怕哎 你你会不会就目前我让你去 你敢不敢去 我每次看到电视 你敢哦 我敢 我敢 那你要不要戴口罩 会戴 那周边整那个国家 美国人完全没戴 那个国家通常都不戴 那就你一个人戴 哎 应该还有还是有不少东方游客 东方游客比较有习惯戴 那就很怪啊 那人家会觉得你 你奇怪 对不对 啊 对 好啦 那你们最近 你们最近接到询问电话 比较多的热门的去处是哪里 哦 季节来了 季节队的地方 像是 像是 南半球啊 等一下 你讲季节 其实我已经做了一轮的访问 我问很多人都是 不是 他们现在出国不是现在 不是暑假 去那些国家不用嘛 就是玩 玩回来 如果还要 还要隔离 还要怎样的话 那你可能没有 没有那么长的假 一般人 对不对 所以我才说要加进优 才有办法 对不对 哦 所以那你们呢 你们接到的电话 现在询问比较多的 比较热门的地方是哪里 我们也是预估下半年底嘛 下半第四季嘛 第四季 所以那个时候的季节 当然往南半球跑得多 有哦 有 当然 阿根廷 阿根廷致 是 不然 其实欧洲这方面还是有啦 北半球 但是多多少的还是会 我还做了一个调查 去这个欧洲 就目前这段 在今年年底前 因为这个任何的旅游 它的生命线都是航班 你一个旅游社 拿不到足够的机会 什么事也别想做 对不对 那 那 那目前为止 航班 没有恢复正常 所以票价会比较贵 票价一贵 整个团费 或旅游成本就增加嘛 但是 但是 真的算下来 成本 就是卖价比较高 反而是短线 就是倍数 然后长线反而没有那么高 就10% 15% 可是短线亚洲 可能会40%到50% 费用 比较明显 比较明显 对不对 那 不过晴天旅游做的是 是深度啦 你们做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应该也没差 因为客人都是 对不对 是 要价有价 要钱有钱 像最近忙的就是 这一个 庞诺邮轮 您刚刚一开始说的 嗯 来 来介绍一下 非常忙 真的假的 那才 那好了 你来先说 这个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要跳下来坐游轮 是是因为 你要包的 半包了 包那个位置 对不对 是是我们半包船 另外一半是日本 哦 哇 几顿的船啊 一开始你就说 这是 这是一艘 大家比较陌生的船 但是它在 欧美市 知名度非常高 是哦 它是唯一的 全世界唯一的法国血统 唯一的 唯一的 而且是唯的法国血统 哦 你的意思说这个 游轮界 法国船没有了 只有这个牌子 是吧 只有这个牌子 真的假的 是的 那这个公司 这个庞诺 来我跟大家拼一下 你们好方便去查 PONANT 大家去查一下 看看 OK PONO OK 好 是 那你们怎么跟他搭上线 跟你有这个机缘的 这个就是他来台湾探寻 这个从基隆出发的可能性 那我们一开始就非常 觉得这个市场是一个 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他来台湾 看 靠台湾 就是 他从基隆出发嘛 对 他要 他要申请这个很多 很多审核嘛 对不对 那那个东西都跟公部门 打交道 你们怎么会知道 他干嘛告诉你 也 也不纯然 总是会有一些 你的意思说 意思说是 你就埋了暗装就对了 好啦 然后他来打探 那当然行啊 台湾坐 超过20年啊 台湾 台湾坐这个游轮 在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例行游轮 他真的对台湾这个游轮 真的有一点贡献 他 他做了很多 因为他 所以基隆港 也有这个 这个游轮码头嘛 现在也做的跟以前 也不一样了 就比较国际化 对不对 也是 然后因为那样子 所以整个高雄也有啊 然后这个大家 培养出 坐过游轮那里越来越多 虽然这个短天数的 跟真正 长天数的味道不一样 但是至少让国人 台湾人知道说 哦 游轮旅游原来 有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他 他现在要来台湾 然后你们 你们 你们看好 你怎么说 因为他有几个 很不一样的地方 几乎有三大项 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是 他是法国血统 我待会再稍作补充 对 第二个就是 他路线上很不一样 OK 虽然 好 那第三个 很大的不同是 我们刚好搭上线的是 一个季节队了 一个right time 就是 樱花赏音的季节队了 那你想想看我们 虽然樱花对大家来讲 已经 相当熟悉了 这种花 过去也都看了不少 但是跑到 日本的樱花圣地 京都去 刚好这一艘邮轮 上岸的日期 正好是对的时间 对的季节 没有 邮轮赏音行程 前两年是 熊师旅游 做主题旅游部开发 开发出来 然后他们 那个包大船 包大船 可是 可是第一年 第一年的时候 天数很长 所以载客率 没有 没有 没有想象中那样子 因为天数太长 第二年就修正了 第三年就碰到疫情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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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所以 坐这个邮轮 轮到日本嗓音 其实 过去已经 已经有了 但是现在 差异化 可能就出现在 出现在船的硬体 还有船的服务 还有船的其他 还有船的路线 刚刚我讲的 第二个大不同 它的航线很不一样 那我们先 简单聊一下 这个船 它从一开始 1988年创立 这个船 它走向就是 轻巧 小型 奢华 就是这样 就这艘船 就是这艘船 副总 你说1988年 1988年成立了这家船队 船公司 1988年到现在32年了 那它现在有13艘 但全部都是在1万到1万1000吨 几乎 但是它这些1万吨的 在客200多一点 200宾客的 所以这个船是 跟过去很不一样 而且它如果 季节来了 它几乎半数以上 都在极地 它是专门经营 极地 游轮旅游的公司 极地 DNA 相当明显的 一家船 不过 不过去极地的这个游轮 跟传统游轮 这个又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船 有些设备会不一样 而且 很多最早 我三十几年前 刚开始接触这个极地游轮的时候 我的印象中 是什么船 很多极地游轮 里面用的船 是美国跟苏联 这个做探索用的 这个间谍船 或是探索 海面以下的这种征收船 或者是做科学研究的 科学船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转座观光旅游的时候 那个设备 跟一般的游轮 是不一样的 没有那么舒服 我的意思 对不对 但现在看起来不是 现在看起来 看起来很舒服 对不对 是 而且当他在2021 2021下水了 最新的一艘破冰船 这艘是新船 不是不是 这一艘是我们要去 这一次 明年3月24号 起航的这一艘船 可是我说 他这个船队 在2021年 有一艘新船下水 他的破冰能力是PC2 就是目前最新的科技 那什么叫PC2 PC2它是 就是Polar Class PC等级 也就是大概在2018年之后 下水的船 都从PC1 PC2开始 所以他们 基本上就是 一个破冰能力 数字越小越强 目前全世界 破冰能力最强的是PC2 就是他这一艘 而且他是最豪华的 一艘船 他3万顿 载客才270人 你是说要来台湾的 这艘 没有 就是我是说 他最新的一艘 但是我刚刚是在解释说 这一家邮轮公司 它是一个 极地探索 探索 DNA相当鲜明的 一家船队 所以用这种极地的 探索探索方式来 从基隆港出发到日本 这势必是不一样 势必您会激起您心中的一些 激荡出一些 心情上的不同 我所谓的不同 就是您看 法国船队 法国的优雅 舒适 内练 享受法国的美食 法国的所有的等等的 可是您 要上岸的时候 您是要搭冲锋艇 搭登陆艇 橡皮艇 那个是那个是极地的特色 极地的特色 一般你会觉得心里心中会激起 这种很很不一样的一个一个心情 激荡出一个情怀 会不会就是 你可以在很优雅的地方 环境喝着你的brandy 那个吃的macaron 结果你要上岸了 要开始玩了 就鞋子一脱 哪有哪有那么方便啊 我告诉你 极地游人不是这样子弄啊 大哥 我们有13艘的这个这个穿啊 ok 然后您就鞋子一脱 因为你有些时候是湿登陆 大部分的时候是湿登陆 靠了靠近沙滩 然后大家就涉水而过 拎着自己的拖鞋也好 穿着拖鞋也好 哎可是你现在不是沙滩的 你现在是冰块 那么那么拎了拖鞋的 才冰块要你会黏住啊 我们现在讲的是 明年3月24的行程 我想说冰块 冰块你就要穿着长桶靴 你要看大外套 也在这个深度旅游啊 的公司那现在当然换一个换一个潮 嗯 那现在我们聊的是2023年 也就是明年啊 3月 有一艘法国的邮轮啊 会会来台湾 接接台湾国人啊 上船 然后呢 往哪里 往这个日本去玩 那时间呢 所以很棒 时间他们选得很好 所以可以到到了日本的京都以后 下船就可以去上鹰 然后坐飞机回来 那这个是 而且这艘船有个特色啊 它是法国籍的 那 呃 32年历史 船队有13艘船 里面很多船都是这个 有最新的这个 最新的破冰的技术能力 哎大家不知道啊 我以前 我以前觉得破冰船是 是怎么破冰的啊 许董 你知道我以前猜破冰船 怎么破冰的啊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船尖尖的啊 这样 去去把那个冰块啊 这样再把它打破 结果不是你知道 结果 结果我跟听众朋友讲啊 这个 这个破冰船是这样子 这是海 这船可以拉高船头 棒 棒 这样子破冰的 这也是一种 对不对 那照您现在讲的 这个PC2 它的它的破冰是怎么样 是放化学药剂 让它溶解 还是怎么样 现在它的破冰的技巧是什么 到技术是什么 technic是什么 方法 这种比较科技的问题呢 您还真的考导我 但是它是最新的 这种液态瓦斯的推进能力 那是前进嘛 前进环保 推进能力 对推进力 但它怎么破冰这个事情 对 现在还有一种是这样 我刚刚讲是这样嘛 船头 或是前面会有个东西伸出来 然后这样子去把它 这样去 这是一种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这个船啊 这样尖尖的这样去弄 结果不 你又撞它 结果不是真的不是啦 这我们都误会了 好了我们讲回来这个船 对对对 这个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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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极地的事情呢 就留在以后我们还继续 非常多极地的游轮 我们这次回到这个亚热带的岛屿 嗯 唐诺他13艘船 每一艘船有自己的名字 那这次来的是这艘船叫什么什么号 叫Soleia Soleia就是我们叫做日历号 日日 日本的日 呃 几个cabin啊 嗯 呃 120个cabin 那120个 120个cabin 然后 没有他实际上有132个了 哦 OK 那有没有阳台 阳台舱占 占占占占比 9成 5以下 95%是阳台舱 嗯 那基本上呢 他有一个特色是 他是极地的DNA 所以他船上 有一组 10位的探险队员 极地的探险队员 而且这种极地的探险队员 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旁诺游轮从一开始 他就 往这个方向前进 嗯 所以他现在是龙头 你知道他现在是龙头 哦 是极地这种 轻巧型 轻奢游轮的龙头 哦 OK 那他培养出的一批探险队员 嗯 他的背后 背景很强 哦 这都是法国的顶尖精英 各个领域 领域的精英 哦 所培养出的一个团队 那那 然后他们在这 比如说自然学家 嗯 比如说生物学家 嗯 或者是退休的将领 军事人员 哇 甚至是法国得过那个 您知道那种 荣誉骑士头衔的这些 嗯 顶尖的学者们 嗯 那他们有他们当顾问 那不断的在充实上课 哦 然后去教会了这些探险队员 有丰富的知识能力 嗯 所以 跟着他们一起去玩 你会有更不一样的旅游方式了 哦 那这一次的这个 呃 探险队员的队长是日本人 日本籍 哦 行程也就是他开发出来 哦 那我们船上还有很多位的中文 探险队员 包含台湾籍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也在里头 所以他 他就是台湾急着到到这家公司去上班 所以接受了训练 他也常往极地跑 哦 所以大家会更亲切 你知道吗 嗯 那有了探险队员会陪您 然后用登陆艇冲锋艇上岸 嗯 那去走这些小岛 这些小岛有足复岛 有西表岛 有坐建卫岛 有有有很多 我们其实还蛮陌生的 对对对陌生 连日本人要去 交通上都非常折腾 也就是说 他可能要一次还没有办法去一个岛 同时两个岛都去 他还用很多的不同的方式 可能要用纳巴机场的飞机 可能要从石渊岛坐船等等的 他要交通上非常复杂 那您看我们这种 一万吨左右的邮轮就可以 很轻巧 直接的 很直接的 然后靠静了之后 登陆艇上岸 所以玩法很不一样 首先他有探险队员陪同 因为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大船的话 他放下来的其实是 其实不是橡皮的船 是那种铁壳船 那个其实是国际邮轮 规定一定要 每一个游轮公司的每一艘船上都要有 有那个 那个其实是为了危机应变 救难用的 但是他可以做接驳 可以就交通运输 所以有的地方 你的港 港口不对的时候 这些船公司就是直接放 放这个船下水 然后呢 我们的乘客或游客就上这种船走 但极地船他放的不是铁壳船 或是FRP的船 他放的是这个 这个橡皮船 就有点像这个海军陆战队的那种船 对不对 所以那个体验是截然不同的了 就是说本来 对不对 这是您讲的一个条件 然后日本 日本长期经营日本游轮 只有日本的游轮公司 那艘船也很旧了 那现在这个法国船 要从台湾带客人上船 然后就往这个 听懂没听过的岛去 好厉害 你怎么找到的吧 而且你说这个市场唯一的法国 法国品牌 法国品牌 对好 所以那你们怎么找到 那这个船除了您刚说的120间舱房是拿来卖 其实是132间 那1.1万吨 对不对 还有什么其他设施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这里有一些图 这个 这厉害了啊 您看这就是法国人的这种设计 你看相当低调 您看似并不华丽 但事实上不简单 法国人这种长期以来的 有这种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能力 我应该是这么说 品味了 步入到这些生活空间里头 嗯 事实上不一样 你上去过了是 你不可能吗 你这两年也没机会出去啊 这个这个这一艘 而且这一艘船是首航台湾 哦 首航台湾 第一次从台湾出发 我看到了一个 你看哦 对对对 就是我说 你一开始看似并不华丽 但实际上 法国所注入的元素 包含我们接下来聊一下 既然是法国血统 它船上的用品 您看到的都会是 法国元素 我跟你讲 来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看这里 这有个大的天窗 它可以把自然的光引进 这个就是一个设计了 这个巧妙的空间设计了 对不对 这不是灯哦 这是一个洞哦 天窗 它可以把自然光引进 这个船啊 它的设计跟这个 我曾经坐过 坐过水晶游轮了 水晶游轮跟水晶河轮 它的这个家具用品 跟这个就很像 那种欧洲的那种顶尖的品味 对不对 来 是 这个准备好了 你看 对 这一张呢 你看上面它有被品 你看 当然是 艾玛士的沐浴被品 嗯 然后有这个 Fragona的香氛 然后PF Play的这个 这个支品 这都是法国这种 百年的这种 这种床 床主 这种床单支 哦 然后还有这个 Lenote 这个法国面包 各位都大概清楚 Lenote这个牌子 也就是他其实是个始祖啦 就呃 比如说法国很有名的那个 Opera Gato Opera 就是那个 呃 歌剧蛋糕 嗯 最有可能的创始人 就这一位 Lenote 那 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厨艺学校的名字 嗯 就就法国有不少的 姓叫Lenote 嗯 对 然后他这是高饼界的大师 所以船上使用的面包 都是这个品牌 嗯 Selection的 嗯 那旁边 呃 姚大哥拿到的还有旁边还有一个 各位看到那个马卡龙 Lenote 有没有看到那个Lenote旁边 哎 那些照片没有出现 来过来过台湾 后来这个 马卡龙可以这样子 后来就进行的吃 Lenote Lenote 来过台湾啊 台湾有代理 对啊 就后来就不见了 哎 就是太辛苦 因为因为 为什么 他他他一个小小的一个啊 就很贵 你知道 你这小小一个你可以吃永康街牛肉面了 哎 他大概价钱 吃得到怎么吃不到 现在吃得到 一个马卡龙要去换一碗面 现在当然换不到 那当然不能这样换啊 所以这个要有技巧的 你这您才有办法 嗯 好了 这个是 船上的用品用的都是高级的 高级的法国货 这一定的啦 这一定 因为它是法国血统嘛 法国血统 而且他的对象都是这种 非富即贵的客人嘛 所以 还有一个我提一下 嗯 高端的客人 这个船的老板 嗯 来头不小 对 他是全世界前三大的奢侈品集团 哎 什么集团啊 叫开云 开云集团 开云呢 我就不理 开云啊 我跟你讲 这个名字陌生 但是我们不理他 嗯 你知道他旗下有哪些品牌吗 哎 你说 你叫熟悉的啊 啊 Gucci Gucci 嗯 BV 嗯 BV 编织包 BV 嗯 Balenciaga 这个都是他的品牌 我怎么听你像讲日本脏话啊 Balenciaga Balenciaga Balenciaga很有名的 哦 好好好 我对不起 我基本上就是说 旗下这些品牌都是大有来头 意大利的Prioni 嗯 都是大有来头的品牌 嗯 这个集团的老板 那再来就是 你知道这个 呃 我们 他的老板呢 嗯 现在全世界有三个 很重要的美术馆 展示他的私人抽象 哦 他的御用建筑师是日本的安藤忠雄 哦 那他哪三个很重要的 美术馆呢 威尼斯有一个大运河边的 Palazzo Glassi 这个不管 另外一个 他长期 他租了33年 就是那个海关脚 你每次到威尼斯看着对面的一个海关脚 威尼斯双年展的地方 嗯嗯 也改成他的私人美术馆 哎呦 他们这家族叫Pinot Pinot的collection 私人美术馆 哎 这个家族叫怎么拼啊 Pinot 很大的原型的一个很大的原型的一个老的那个证券交易所 嗯 他把改成50年租约的这个Pinot家族的私人美术馆 当然是对外开放我所谓的私人是展示他的私人收藏 嗯 也是找来安藤忠雄 哇 改造了一番 哇 现在是巴黎最夯最热门的一个美术馆 OK OK 所以你看这种家族本身 又是这种奢侈品 他们原来是布列塔尼 就是巴黎 布列塔尼半岛卖木材的 是哦 木材卖到上市 上市以后90年代末期就改做这种奢侈品 哦 进军奢侈品界 哦 所以他旗下的奢侈品 吓死人 可是我要说的是这种集团往往会注入一些不同的元素 嗯 到他旗下的这艘邮轮公司里头 嗯 嗯 所以我常说这种 我自己啦 嗯 就是去比如说重复拜访过一些香槟酒庄 嗯 那你知道有不少香槟酒庄被 某个大集团买下 就是LVMH 对 LVMH 可是我重复拜访的时候 碰巧有几次在收购前跟收购后 嗯 嗯 您会知道那个完全不一样 您知道当这种奢侈品集团接手之后 他所展现出来的 哪怕是周边商品 您知道他的包装太厉害了 嗯 那个周边商品都让人爱不释手 哪怕跟香槟酒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哦 他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让人家赏心悦目 心情开朗愉悦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生死顶集团 你这么容易被疗愈啊 哎 这没办法您看到那种 这真的 我们后来大家都一窝蜂 比如说买一个这个冰袋 保温袋 就其实不常干嘛 那个冰袋设计的太美了 那个冰袋是放酒瓶的是啊 哎对是硬壳的好漂亮 大家就买回去啊 其实平常不常用 我后来听到有有人朋友说 他拿去市场装鱼去了 不是你那就是就是放冰 然后把香槟插在里面用的吧 你是讲什么的 我没有带来设计的太漂亮太美 形状那个造型太 不是只是一个放酒瓶的一个罐子 一个圆形的或一个 好了好了 哎我们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副总等一下 又超时了 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晴天旅游的副总啊 徐乃文聊这个晴天旅游引进的 一艘法国船 这个全世界 全世界唯一的法国品牌邮轮 但我这个还要再查一下 因为刚刚那个是是是许副总跟我们讲 那明年的二月三月二十四号 他会靠基隆港然后来再客 然后带领这个国人啊 去往这个去往这个日本方向 日本有非常多的岛屿啊 然后去去玩 然后这些这这艘游轮去的地方啊 这些岛屿都跟以前的都不一样 因为非常的特别了 因为日本那些岛屿 有的名字我们也叫不出来 三月二十四号总共几天啊 副总那个行程 在船上是八天七夜 船上八天七夜 然后我们在录音上赏银后半段的那个赏银部分是四天三夜 赏银那加起来多久啊 十一天 哦那我们真的总共十一天 我们真的很希望这个疫情啊 赶快过去 大家能够真正能够顺顺利利的 然后旅游业者啊 旅游业者这两年也非常的辛苦 成为疫情之下啊 唯一完全没有 没有办法的这个行业 真的是很辛苦 然后这个饭店业也是一样啊 台北市的 因为国门不开 边境管制国门不开 他们完全完全就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有的有的就就在这一场灾难中 有的从业人员啊 就就就转业了 很尤其是领队导游 对不对 然后有的老板就是苦撑 当然了整个如果一旦恢复了以后呢 大家还要担心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专业的人才了 因为受不了了 他们就走了 因为他们要生存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旅游业受到的冲击是蛮严重的 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啊 这个赶快散去 然后最快今年第四季啊 再慢一点 明年第一季 希望赶快赶快可以让这些优秀的从业人员啊 有他们的舞台 然后可以带领国人啊 到这个探索未知的世界 那这艘船11天 11天 总共11天了啊 那这个 嗯 很棒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哪里 我们刚刚讲到了 船上的设施 用的Amenity 就是所谓的备品 很多都是法国的品牌啊 然后刚刚有看到 这个只是 这看起来像一个lounge或是一个bar 是个lounge 对不对 是个lounge 那我忘了请教你船上有多少的F&B设施 餐饮设施啊 嗯 他餐厅两间 两个餐厅 嗯 一家主餐厅 那一间是 亲食类的 或者是caffet 或者是有一些 晚上主题式的 对 那当然正餐厅 主餐厅这一间呢 他也 也来头不小 他是Alan Ducas Alan Ducas 我访问过他两次 嗯 真的 真的 在巴黎 不是 有一年西华饭店 西华饭店呢 大概在刚开幕不久啊 就把他请到台湾来了 Alan Ducas 那个时候 这两天啊 西华饭店呢 因为他们要 他们已经结束营业了 那准备要做这个 做这个都根 那这两天 西华饭店在做什么事 到3号 他们在拍卖用品 西华饭店里面 我今天经过的时候 哇一堆人在排队啊 哇 那有很多人喜欢去用嘛 你看他 他床垫你也可以买啊 床啊 对对 电视 电视机啊什么的 因为他们 他们的品位是很高的 很优雅的啊 那当年采访Alan Ducas 他来台湾客座 那我采访过他 然后第二次是前年吧 就疫情前一年 台湾有一个餐厅 叫Chef Club 在信义区 高空的这个餐厅啊 那现在这个餐厅 叫改名了 叫做这个 Sea to Sky 是由开展集团 那那个时候 这个Chef Club 开幕的时候 他们也请 请Alan Ducas来 他是全世界的 这个这个 新派发菜的 这个开路先锋了 跟这个世纪 世纪这个名厨 Hobo Sean 是并并并列的 但是Alan Ducas 他更有 更有商业头脑 所以他 我会说他的地位 再更高一点 比Hobo Sean 对 他其实可以跟 不久前 几年前过世的 那个Pobocus 甚至可以并列 但人家是长辈啦 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这三个人 你现在讲的 这三个人 其实是齐名的啦 其实其实是 其实是齐名的 你知道吗 法国政府 给Hobo Sean 的这个 还是比较多 对 好 没关系 那这艘船 跟Alan Ducas 有关系 他的 他的餐饮集团 他 他旗下的餐饮集团 上来经营餐厅 对 对对 哦 所以他呈现的 主餐厅呈现 都是法式品味的 嗯 OK 法国料理 你知道了 就是清一色 可是这个船上的餐厅 并没有摘星了 嗯 并没有摘星 对对 你看啊 你说Ducas 有18颗星嘛 Hobo Sean 20几颗 30颗 嗯 对 他在亚洲 现在没有了啦 现在还有 台湾 现在没有 有掉 你最近有 现在没有那么多颗啦 现在还是20几颗 因为老先走了嘛 老先走 可是台湾的生了二星 去年到变成二星 本来是一星 是 去年升到了二星 然后在日本有三家 三家 Hobo Sean的餐厅 Allen Ducas 当然在法国 然后这个白马山庄 什么的 对不对 好 那讲回来 嗯 讲回来 所以他主餐厅 是Allen Ducas 经营 清食呢 清食也是啊 也是啊 两间餐厅 都是他的团队 那有几个lunch啊 有几个 因为西方人啊 西方人 西方人啊 常常是这个 酒吧比餐厅多 嗯 有很多大船啊 酒吧比餐厅多 那因为西方人喜欢 喝两杯啊 甚至他们还会有雪茄吧 等等的了啊 喝点东西 是 对 那他有没有 他除了两个餐厅以外 他有两个lounge 有两个lounge 还有呢 他有户外的 OK 那当然他还是会 这种轻型邮轮 他到现场 当然您知道邮轮 他还是会采购 当地的 当季的新鲜食材 嗯 比如说这些岛屿的 渔民捕到的鱼啊 等等好的 他还是会手上船来 嗯嗯嗯 不一样的地方 他比较灵活弹性 那是一个作业 是一个作业了 那个采购作业 要事前就已经 已经勘察过了 好 这是一个 是是 船上 那这个设施以外 有没有游泳池 很重要啊 西方人很重要啊 有没有 有有有 当然有游泳池啊 游泳池有啊 游泳池 没有给您照片的样子 当然有游泳池 是一个海水 恒温的 恒温的海水游泳池 哇厉害了 厉害了 那他另外还会有配备 比如说您知道 这些岛屿哦 嗯 他其实距离 嗯 并不近 我们会有非常充裕的时间 做一些水上活动 那比如说 嗯 比如说这个生前啊 当然您得 也有执照才行 嗯 生前 那当然浮潜也行 那或者是这种 海洋池 嗯 那当然他每一次靠岸的 这个登陆艇的时间都 顶多10分钟不到 就是5到10分钟 他就可以 因为他很靠近这些小岛 嗯 所以他的来往的 这个方便性 非常足够 所以您可以下去 玩一玩沙滩 晒个太阳 您再回来 嗯 那这些小岛还不一样的地方 他还有UNESCO的小岛 其中有一个是西表岛 嗯 它也是热带 丛林 红树林 这是UNESCO的 才刚列入 应该是2021吧 好像 才刚列入而已 嗯 是 所以 岛上的景观 很不一样 尤其您知道 这些日本的小岛 它保留了非常 浓厚的 浓郁的 这种 传统的文化 嗯 风格 甚至牛车都还是他们的主要导重工具 是哦 OK 相当传重 OK OK 它不是去 它不是去我们知道的这个所谓的石 石原岛有了啊 它有一个石原岛 第一个岛 对 我们在那里入境 其实都跟那个什么 都要经过钓鱼台 您打算登陆钓鱼台 那也是要在你的领导下 好啦 好啦 你这个标志 这个六个岛完了以后 接下来 那里面几个岛都要有不同玩法 如果都一样玩法 我觉得无聊了 不会不会不会 我第一个你叫我上沙滩踩一踩啊 什么 OK啊 第二天这样也还可以 第三天还要这样子啊 我不要 嗯 不是不是不是 嗯 当然不是 嗯 那当然你还是会 许多跟他的息息相关 不是那他有岸上观光吗 他会特别找来 如果找没有中文的来 他会有 我们船上当然有好几位是中文 甚至他还可以翻译嘛 那一定的 甚至我们 船上也会派遣这个 我们的日籍的 日文的这个导游都在 那他他特别重视当地的文化活动 嗯 有几个岛 所以那几个岛都会特别去看 比如说他们当地的 都是日本文化部 列为国家级的文化保护的 嗯 一些比如说 呃房子 哦 呃木梁的 红瓦的 木木梁结构的 那还有 许多的这个岛上都有珊瑚礁 那珊瑚礁 它本来就是一种天然的 夏天可以透过矮墙 嗯 去做建筑 然后夏天可以吹风凉快 嗯 比如说有台风来墙风的时候 他还可以做一个保护 嗯 嗯 非常多这种很不同的文化 文化特质的 嗯 那还有一座岛是应该是呃 习借岛 习借岛我们他整个岛都还在 珊瑚礁上 哦 那这个不一样 他每年还在长高 那岛上有没有居民啊 有没有住民啊 都有 都有 有啊 有啊 嗯 少择一千多位 多择三四千人这样子都还有居民在 嗯 可是做工作就比较传统 对不对 就他们的 是 经济活动模式就是比较传统 嗯 嗯 甘蔗特别多哦 这一位日本太险队长都已经去亲自 设备过所有的嗯 这种观光活动嗯 然后他到时候会依照呃时间啊等等判断 您知道我的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说呃呃通常有两种作业模式了 如果是包船公司像像你们这次是包船对不对 那他会把把三就上岛上观光有时候有三种不同的行程 那让让让客人选你们是用这样子还是直接就包在一起了 其中只有一个岛会让客人选其他全部包在一块 其他全部帮规划好就是包在这里 就免得有选择困难症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有的船公司有的船公司 他们的这个一艘船的岸上观光会有少折三个多折五六个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这个很麻烦 而且要前一天晚上或两天前去柜台登记说 哦去明天我到这个地方 我要参加哪一个团队 这次航程不会 这次航程这个不会 全包是 OK OK 是全包你含不含 每一个活动您都可以参与 你含不含小费 含当然含 你含 含了 OK 含了 我给你讲最早邮轮公司都是 All Exclusive的 后来这几年怪了 拆出来卖啊 拆开来啊 那含了就比较好了啦 嗯 是 对 好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这个这个船到底还有什么伟大之处 我们我们准备了一些图片 等一下请 徐副总 徐副总跟他跟大家讲 嗯 来 这个跟晴天旅游 线控部的副总徐乃文啊 聊这个晴天旅游 他们包的一艘法国船 法国的邮轮叫庞渡邮轮 庞渡邮轮的什么号啊 我又忘记了 来 日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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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明年3月24号 会来台湾接客 然后所以这个晴天 他们设计了一个11天的行程 那前段呢 是带领大家 在船上海上一步一步的 去探索这个日本的这个小岛 然后最后登岸是在京都 然后上去就开始了 崭新的这个赏鹰行程 那全部行程加起来11天 这个是非常独特的 这个船1.1万吨啊 那很特别 那我刚刚都秀过 来 这个 这个我们秀去的地方 来 这是哪里啊 好好好 这应该是那个 沙灘 西表岛 西表岛 它有非常多 您有没有手上 有没有一张龟壳的 类似龟壳一块一块 五边形六边形的一个龟壳的 哦 就是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1200万年前 那个熔岩喷发以后 冷却 然后海水侵蚀 然后他退潮的时候 您可以 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走走 如果退潮的时候 哦 像龟壳 他们当地叫 Tatamish 我跟你讲 这个要由上网下看 才会壮观 你走在上面 走在上面不一定 不一定看得到这样的画面 对不对 还要去坐牛车 坐牛车 坐牛车有 我这不残忍 我这不忍心 真的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牛公公请到车上 你在前面拉一段 没有没有 开玩笑了 这哪里 这红树林 就西表岛的红树林 它也就是乌尼斯科的最新的路列的一个自然遗产 生态宝地 生态 对不对 照这个样子看 它可能到了晚上还有萤火虫 可能了 这好漂亮 然后还有被 这终端之兵 这就是七公里的沙滩 无人沙滩 七公里 七公里 有这么长 沙滩 终端之兵 在他们 这个地名叫终端之兵 非常美 非常漂亮 哦 这个呢 呃 这个是 哦 这个是坐监卫岛 您知道他还有一一个叫做沁凉坚蓝 就海水哦 那个蓝的非常的通透透彻 哦 所以 给他一个专有名词 也是日本文化部的一个一个一个文化财产 就是沁凉坚蓝 哦 海水 某一种蓝色 这个都要现场 您知道这些都要现场 对 我现在看这些图片感受不出来 我怎么会感受不出来 我当然有感受啊 我们有学有类的好不好 哎 来 对 是什么 这也是刚刚的九米岛对非常漂亮 可是我还是那句老问题 我每个岛都这样都长得一都是沙滩对不对 对啊 都是很有红树林丛林那个地形是完全不一样 您有哦 这是浙田浙堂 这个是喜剑岛的浙堂 呃浙田 这个就比我们的金城武 那个金城武术的台东呢 我觉得那个金城武那个比较厉害 哎 好吧 对不起啊 thank you very much 来 这个 这是这个厉害了 你在笑什么 你记不住是吧 不是 怎么把刚刚那个拿来比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 你再一次羞辱它 来 这个 这个厉害了 这个叫鸟居 来 这是哪里啊 啊 这是哪里 鸟居 在海里面呢 是啊 怎么有这一张照片出现 对不起 你记不住 哎呀 没关系 因为 其实日本 这个在海里的这个鸟居 不是只有一个地方 有几个地方都有 但是你现在可以 你现在可以 透过做游轮的方式 我们已经 已经上岸了 上岸了 OK 我们京都后来 大阪上岸之后 后来有四天的行程 刚刚那已经不是 这个不是了 这个六个小岛了 所以你突然之间问我 这个是琵琶湖了 琵琶湖啊 对 这是琵琶湖 所以你刚刚我突然 留在那个六个小岛 哦 所以我们这个季节 有去赏银嘛 那有三个地方是赏银民主 这个这个就厉害了 对八番游船 这个厉害了 这也是一种赏银方式 很不一样啊 哇 这个厉害了 而且这个照片真的是 光看了就让人心向往之 非常美 我们这次有三个白选民所 有这个堤湖市 就是当年风尘秀吉 这个堤湖花剑的地方 这个 这是 这是 对 然后呢 它我们还有一个 好美哦 长冰城的风公园 哦 好漂亮哦 还有大阪城的万博公园 都是日本人的白选 这个赏银民所 那你们 在日本京都啊 那四天三夜的京都 你们选什么饭店给客人住啊 我们在京都住了两晚啊 那是这个旅馆 有一个交通非常方便的 您一定知道 在那个Gran Via 在那个火车站上面 哦 OK 那另外一个是大仓 Okura 哦 那是高级饭店 然后来到这个琵琶湖旁边呢 那我们都会住这个日式的温泉饭店 哇一定 但因为我们这次有120位贵宾嘛 那怎么办啊 所以我们会有分旅馆 有两呃 有三个哦 对 那就在这个看运气了 呃 我们都其实都归乱好 大家的这个等级都一样 等级都一样 Ok 而且设备都一样 Ok 所以还有还可以泡汤了 对不对 还可以泡汤 所以你有一天是住现代 比较现代的大仓 然后另外有一天是住温泉旅店 温泉旅馆 对 那你还会到那里 当然进江的地方 当然也得吃进江牛啊 哦 三大牛 三大牛 这些食物是绝对没问题的 你看我们在船上享受法式 嗯 这一个Alan Dukkas的这些呈现的料理 我们到了日本之后 就是日式的这些 嗯 太棒了 这一趟 真的 这种变老 前半段非常的法式 后半段就非常的日式 非常纯意 棒不棒要我来说 怎么会是你说的老王 嗯 好吧 好吧 好了 刚刚好啊 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那很高兴啊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陆陆续续的来跟大家分享 海外稀有的或是顶尖的行程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就是晴天旅游 他们这个印尽 这个在明年3月24号出发的庞洛邮轮 是法国的邮轮 它有一个名称啊 这个行程有一个名称叫做巡游东方亚马逊 花见京都啊 提呼音 那这个这个连这个名字都取得这个很好啊 就是你你看了大概就重点了 就船 船很棒 然后呢 去了景点景区也很棒 而且呢 我觉得去坐船回来坐飞机 我喜欢这样的走 不要去坐飞机回来坐船 那那有点累 嗯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 先享受 还有一个是因为那个海域的问题啊 那个浪的问题 对所以 所有东西他们都经过了仔细的思考 然后规划打造出来行程 今天谢谢 晴天旅游 现在看起来你们的船 你们你们的行程越来越多样了 因为你们 你们以前就专注在几个特定的特定的路线 现在越来越多了啊 有一些路线其实也蛮多 这是 路线很多 嗯 呃就是百国 就是 而且天数都很长的 真的啊 非常多 对 晴天的利基点都在这些百国上面 非常特别的 OK 好了 这个疫情啊趋缓 那希望这个旅游业啊 赶快恢复他们的生计 然后 然后 游客啊也也闷了那么久了 希望我们赶快赶快啊 能够能够出国去玩了 今天谢谢跟晴天旅游的副总连线 下次有高档行程呢 特殊的行程呢 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今天谢谢你的时间 也希望你赶快赶快出团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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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